千千我以后绝对不会这样说了,我们快点好,我陪着你,马上快点好,然后你想去哪里,我就带你去哪里 这还差不多,我本来也想着,等我推好了之后,计划着去好好的旅行一场呢 我陪着你,我们一起,你说去哪里就去哪里 你,你公司不要了呀 要啊,公司再重要,哪能有你重要 蒋浅南听得心里很高兴 回到家的时候,已经是快中午的时间了 车子还没有开到门前时,蒋浅南就看到门口那儿停着的黑色宝马 以及协议着车身站定的沈定北 车子才刚刚一熄火,沈定北的视线就忘了过来 如今两个男人对看时,尽管彼此心里还是有一些小的芥蒂 但那股浓浓的火药味早已不存在了 我听家里的阿姨说,你去医院了 就是例行检查一下,没什么大问题 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复健 想从今天就开始 哎呀,你也别太担心 医生都说了不会有什么事的 倒是你 你突然过来是有什么事吗 怎么也没有事先打个电话给我呀 我今天过来是找她的 你来找她 嗯,放心,这次不会再跟她动手了 蒋浅南,我明天要回云都了 你来找她的心,我没有什么事 我今天就会给她动手了 就是这样,我已经过来